找回荷花盛开的美景 要把进水场放流水引到河滨公园 竹东原动管线的这个工程 三月动工了 五月完工 但民众却迟迟等不到池畔美景 原来要经过除流池的沉淀才能放水 水公司现在要加编190万元 增设除流池来顺利饮水 找回荷花盛开美景 地方争取下竹东河滨公园 原动管线工程三月动土 计划引入放流水到公园 但完工依旧没水 原来未符合污水排放标准 现在要加设除流池和流量计 在我们竹东原动进水场 这个改善工程 在去年经孔文级立法委员协助 在水公司委托竹东政公所办理之后 已在今年的五月完成竹东 可是在竹东正要放水的时候 却发现了 依照法规环保局要求 自来水公司及竹东政公所 还要再放一个 类似一个禁制池 那目前自来水公司第三管理处 已经发包 生态池因水源供应不稳定 近年来干涸路化 失去教育功能变成草原 地方争取下水公司负担901万 新建一公里长的原动管线 预计每天为公园注入156吨火水 五月完工六月底干旱解除 民众却迟迟等不到池畔美景 明代表示环保局要求放流水 得先经过除流池沉淀和水量计 统计流量才能放水 因此水公司加编列190万经费 近期就会失作设施 预计11月底前能完工 多这样的一个工程 是因为环保法规上的规定 按照我们的蓄水厂的一个 相关排放规定 它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工程 而这之前呢 也是因为 我们相关的一个当位上面的 一个不了解 所以当真正要排放的时候 才发觉这个部分是需要来做改善的 所以有关单位立即来做一个协调跟改善 虽然放流水都经过处理 水质干净 但完善设备更能符合污水排放标准 等到完工验收环保局评估后 和花池就能再现 恢复原生态美景